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他干什么都没个准 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 很多时候我都是不得已 但在他眼里我就是骗他 他就只知道给我花瓶 我觉得他该没没想和我有以后 我真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他 可他却这么想我 不理解我 有请对情侣有请 小宋25岁来自黑龙江销售有请 小宋24岁来自山东销售有请 谈两年了 两年了 想娶人家吧 想 真想假想啊 我是真想 感觉到了吗 没有感觉到 所以这才有了今天来这儿嘛 是觉得这个男生 总是在说而不做对吧 对 从哪些方面 你觉得他总是在说而没有具体地做 工作 生活 以及谈欢略架上都是说而不做 不管小时到时 你是全面否定你的男朋友了 对 是一单位吗 刚开始一个单位 现在不是一个单位了 来说说吧 工作上他是怎样不做的 我们两个是在电子公司认识的 刚认识的时候 觉得这个男生非常体贴 然后非常的幽默 非常的稳重重熟 一个月之后就在一起了 后来他说 在这边抓到右手 时间长 我不想让你熬夜 要不咱离职吧 我挺信任他的 他对我也那么好 那就离职吧 尤其是他说了一句话 离职之后 我会帮你找出好的工作 你不用再熬夜上身体了 我也会找一个好的工作 你相信我 就当时心事淡淡的 这么拍得辛苦的时候 相信我 结果 根本就没有找到 那我说的也没错 在那个地方干活 熬夜 你天天干到那个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你不难受吗 再一个你在那干活 你都胖多好了 你现在90斤 现在110了 但是你并没有给我找呀 我没看到你帮我找任何工作 我没有看你投我任何简历 我是真的给你找了 但是我找的时候 非得你看的时候吗 咱俩24小时在一起吗 那你看什么公司 给我打电话说 让我来面试了 给我投简历了 让我 你给我投了 我从没见过 我也没看你动电脑 我也没看你给我投我的简历 就因为这样 压力很大 我只能自己去找一份工作 找了一份销售工作 当时我说 要不你和我一块干吧 咱这样的话 咱俩生活上还能好一点 结果呢 我有自己的想法 你先不用管我了 我能找到好工作的 后来呢 后来没有找到 我咋没找到呢 虽然说不是什么正式工作 但是我找了一个外卖的兼职 至少能补退下家用 你别提那么兼职了 你越提我也受气了 为啥 他是干了一个月吧 然后就离职了 后来我从他那个手机 不是一个APP吗 上面我看那个起手信息 你上面哈 这边全是唱屏 好兄你这人怎么说的嘛 打电话 我问你什么时候到 你说还有一分钟 结果十分钟 耽误了我吃饭时间 是啊 那点我是骑得慢点 因为我是怕危险 就我们那个站点 我都已经看出四个 说是被车撞的腿都捏了 不不不 你这说的是什么 哪个城市的外卖 是这样的 跟你说这活没人敢干了 你这属于造谣你知道吗 行吧行吧 所以说我骑得 不能说很慢 但是没有他们快 另外就是中午的时候 一下来单子来得很猛 我就觉得整不回来了 听明白了 女生其实要表述的就是 能力欠缺嘛 对吧 这不接着我也很着急 他说他也着急 他说那我还是干份委定的吧 然后他说他朋友在那干直播 就去干主播 谁干主播 他 然后他那次和老板打电话 我在旁边听到说 你放心 一个月我肯定能达到 万粉丝 然后日观看联网 能达到一千以上 结果一个月下来 还不到一千粉丝 老板也是就是非常无缘了 说你看给我花饼 就把它辞退了 不是 其实对于一个新人来讲 一个月你能到达 970多个粉丝 我感觉也算可以了 我感觉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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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没告诉老板 你是新人呀 你现在不得包装自己 如果你不包装自己 谁要你呀 现在 你包装有点过度了吧 而且如果是你 不这么包装自己 你也不会被辞退 就因为老板 对你期望特别大 所以我听明白了 女生认为自己的男朋友 在工作上不踏实 对吧 对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